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在小乔心中这个男人总有一天会因为厚色的毛病而背叛他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所以没有难过 没有眼泪 小乔只是要回了床垫 便匆匆离开 有着练床癖的他 好像一张舒适的床就能让他幸福 小乔的上司 周砍主编 意外探听到明星警察高志强性无能一事 喜笑颜开 将任务委派给小乔 让他去打探个究竟 好报个大毒家 说起这位高毒察 可谓警戒的一颗璀璨明珠 人不仅长得帅 办案能力也是一级棒 因此深受少女施奶的喜爱 只可惜在一次与歹徒的厮杀中 帅哥警察下身 不幸受到惊吓 从此一蹶不振 这种有损男人尊严的窘迫 也成了高志强的一块心病 为了重获男人的尊严 高志强也是拼了 吃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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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没能抑好他的性功能障碍 然而缘分奇妙降临 小乔在采访高志强的过程中 爱情悄悄蒙发在二人微妙的互动之中 直到小乔在日本的一次采访中 无意发现高志强性无能的真相 但他温柔体贴 相信爱情没有性也可以幸福 然而事与愿违 深夜的寂寞使他忍受得非常辛苦 而前男友Raymond在一次偶然的听证会上 被一位年轻无厘头的可爱女孩所纠缠 女孩主动大胆 让成熟稳重却又好色的Raymond左右为难 想又不敢想 爱又不能爱的情绪 私承的他需要靠物理疗法降降温了 在截火力气归零高的指引下 Raymond的偶遇同样浴火焚烧的小乔 两人于是情不自禁了 只是浴火泄去 二人更加清楚地意识到 爱情原来是件让人克制的事情 小乔将男友的困境告诉Raymond 希望得到帮助 可惜依旧无效 他们左右寻访 希望得到医治的举动 无料被媒体拍摄曝光 就是小乔工作的那家周刊 不用说 这件事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西智的英雄形象 变成了软绵绵的无能男人 小乔与高志强也因此事发生误会 最后小乔不得不再次背着床垫离开 只不过这次他哭了 床垫也没了 与小乔悲伤情绪形成鲜明反差的事 Raymond的终于明白了爱情 清楚地知道自己爱上了比他小很多岁的 无厘头女孩阿塔 并鼓足勇气向阿塔求婚 而小乔则继续寻找着令他舒适的床垫 只怪爱情让人如痴如醉 心痛的小乔 只能抱着高志强的人形海报 漫无目的地游走的大街上 不料被高志强看见 随后二人哭哭啼啼和好如初 最后还一起参加了Raymond的婚礼 并且婚礼上高志强向小乔求婚成功 然而最大欢喜的是在求婚后的某一天 高志强受到警局来电 说是有了惊吓他小弟的线索 高志强立马赶到现场 击毙歹徒 之后他的不治之症就圆满解决了 从此恢复了幸福之路 《恋上你的床》 由谷天乐 刘青云 郑秀文等人主演 本篇题材新颖 通过描述两端以性为主题的爱情故事 真正监视了人们应该如何勇敢去面对爱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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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